剛剛看完了這個樣品屋喔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來請教一下P姐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樣品屋裡面的設計 其實是這個後疫情時期喔 有針對這個因為疫情的一些改變 而影響做了不同的配置 那我想問問 在建案設計上面 有沒有因為疫情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改變呢 這個案子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電梯上面 我們做了一個無接觸的一個電梯 所以住戶呢不用接觸到按鈕 就可以直接讓電梯感應到說你要去的樓層 等一下不用按他怎麼知道我要去幾樓 我們會有個距離 對 所以靠近他就知道我要去哪個樓層這樣子 哇這個這樣就不會碰到了 少一次接觸 那還有哪些呢 那還有我們在電梯的梯箱裡面 我們有一個Sharp的一個電漿離子的空氣清洗機 那主要是要讓整個電梯裡面 保持一個空氣的一個乾淨度 所以你剛剛說的這個區域一個是電梯 然後一個是公社的部分 對 那針對這個自己住戶住家的部分呢 有沒有哪些是這個防疫相關的一些概念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公司從以往到現在 都是做一個當成降板的一個管道間的封閉的功能 所以呢也變成一個當成可以自己做一個當成排氣 所以樓上樓下的空氣不會影響到你自己本身那個樓層 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很怕這個疫情有所謂的交叉感染這件事情 其實透過當成排氣 然後我們就可以避免到這個這個危險性 哇 好 那我們前面也有聊到喜歡天母這個區域的人 其實我相信他對於安靜也有很大的要求 那針對安靜這件事情 在這個建案有沒有做哪一些特別的強調 那也因為是法規的關係 所以其實近年來的一些建築物都有做一些自音店 那除了自音店以外我們也要加強就是我們樓板厚度 從平均的15公分到18公分來增加我們的樓板厚度 來增加一個室內的安靜度 好 所以把樓板加厚 那中間再加上你剛剛所說的這個隔音點是嗎 那你說的這個是屬於我們平常行走的區域 因為像海豚自己有小孩 就真的很在乎這件事情 你知道小朋友在裡面跑啊跳啊丟球啊 什麼東西打來打去 就很怕這個聲音會影響到住戶 但是我發現還有一種聲音也很困擾我 就是你知道晚上在睡覺 你有聽到水區 什麼叫水區 就是馬桶啦 這個洗手台啦 或者是廚房啦 這些水聲 或者是這個水流流過這個管線的聲音 也其實蠻困擾的 也擾人青夢 針對這件事情 我想在這個建案上面有做一些不一樣的設計是嗎 是因為我們公司在做一個管道的部分的話 尤其在水區的部分我們是用降板 那降板其實減少了很多的聲音的產生 例如像我們晚上的沖馬桶聲音 或者是晚上的樓上樓層是使用水 然後它會影響到我們的下面樓層 所以我們利用我們的降板 並且加強了一個整個把聲音隔絕掉 所以讓室內的空間回歸到自己的住戶本身 讓它更安靜 所以這個降板的部分相信除了隔絕聲音之外 因為我們剛剛也有講到明管明線 所以其實是不是在水區這個降板 未來對於修繕會也比較方便是嗎 對另外它修繕的話它其實不用到 像以往都會去說我這個樓層我要去樓下借鄰居家 去修我們家的水管 所以其實是在自己這一戶裡面 我把我的地板打開就可以去做修 因為你知道馬桶水管這件事情 房子用久了總是不小心 或者是偶爾會發現一些意外 就是需要把它去打開來修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這一戶 我們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我覺得這真的很貼心 而且其實像現在你剛剛說 其實大部分購買的消費者家庭結構 不需要那麼多房間 所以他們是不是在這個預測上面 也會做不一樣的配置跟規劃 是在我們預測上面 他們其實會做一些調整 例如像我們常常之前有接觸到客戶 他們想要增加小便斗 其實這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 自己在家裡也會裝小便斗 是因為尤其是女主人 她很在意男主人 她在使用馬桶這部分 不準 對不準 你知道 很討厭 所以第二就是它空間夠大 才有辦法去做一個小便斗設計 喔 所以其實保留了這個降板空間 其實也保留了這個預測調整的彈性就對了 我覺得這很貼心 因為你知道裝潢最貴的就是拉這條線 沒錯 這個管線 哇真的是讓大家很傷腦筋 對 那我們想問說 有哪些配備 是已經具備在我們當初購買裡面 就會含有的 例如像我們的天地牆 水天地牆就是說 我們室內隔間 那因為是預售 所以你的隔間可以設 依你的設計去做調整 就像這個房間如果想要打開也是可以的 是 所以說調整 那另外的話 我們的廚具衛浴設備都是基本配備 還有地平 那其實現在蠻多住戶 他們希望說家裡可以做木地板 那我們公司可以坐在客邊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配合 那另外一點就是我們這個建案 它有一個 因為我們是夠房枕 所以我們的梁柱都是放在外面 所以你在室內空間 像我們以前常聽到說 床頭壓樑 或者是哪裡有柱子影響 到我們室內格局 其實在我們這個建案裡面 我完全都看不到 因為這個大的柱子 都其實是在外側 而且是分布在整個建案的 就是角角角落邊 那所以我們其實整體來講 我們剛有看平面圖 整個就是幾乎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其實正方形 為什麼大家都喜歡講格局方正 這件事情不只是風水好 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 很好規劃 然後你的評效 效率可以提高到很多 所以也因為柱子在外面 所以我們比較不用擔心 大家一般風水學上面的 這個涼壓頂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規劃上面 也是比較開闊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這個建案有很仔細的去體貼 消費者上面的一些需求 那還有沒有哪一些是 你們當初在設計規劃上面 你們其實有別於其他建案 特別體貼消費者的地方 其實我們都喜歡做一個空間 主要是讓客戶有一個彈性需求 所以彈性的調整的話 因為其實並不是每一個客戶 他都會依照我們的格局去做使用 例如像我們提供的室房空間 他不一定使用室房 我們租屋實用 他只規要兩房 那他只用兩房之後 他其實他所有的空間 他可以很自由去搭配 那另外的話 他也可以去調整他室內的一些尺寸 符合他自己目前的一個居住的一個生活方式 哇其實這樣很好 而且我發現我仔細看過平面圖 我發現沒有 不管哪一個屏數 幾乎沒有走廊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特別 因為有的概念會認為走廊其實蠻浪費平效的 浪費空間的 所以其實你們當初在調整這個平面圖的時候 特別注意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現在也知道房價是寸讀寸金 那其實走廊浪費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我們公司一直以來 就是想要去把它檢討 把它給弱化掉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建案裡面 你也看到我們完全沒有走廊空間 利用一個餐廳空間去貫穿的所有的房間 然後甚至在我們公區域跟私區域 我們都利用餐廳這個空間來做一個連結 所以在整個空間的一個平效上面 其實是利用的非常的好 而且我發現這個有照顧到媽媽 我這個建案不管是這個 我看規劃不管是陽台或者是廚房 都很寬耶 這邊是有特別是設計的時候 有特別考慮去問過媽媽們這樣是嗎 第一個是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案子規劃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女主人這件事情 其實都很在意就是說 她到底使用上到底實不實用 因為畢竟有時候是 因為規劃都建物實人 是男性 對是男性 所以呢他在對於媽媽的 或者是太太使用的那些空間裡面來講 他可能就沒辦法那麼精準 回饋上面就是我們公司現在二十多年了 然後有這麼多建案 其實我們都喜歡從以前的客戶 回饋給我們訊息 我們來做下一個建案的一個做一些調整 那所以我們的經驗是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上去的 那其實就是大家把以前的一些好 就會一直幫我們去擴展 然後所以他們導致我們 以致我們現在新的建案 其實就我們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客戶就覺得說 他們又推了新房子 你趕快去砍 嗯 所以已經有一群粉絲會互相的 彼此的小酒來買這樣子 那我認為 這個體貼使用者這件事情 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因為很仔細的蓋房子 蓋很堅固的房子 這件事情已經是基本的 那我發現 健身公司這邊還有考量到更多的 他不只保房子蓋得很堅固 他還蓋得很健康 我覺得健康這件事情是新的一個考量 那我就蠻驚訝是 你們已經把健康這件事情 也考慮進去 而且不只健康 還把這個一個家的氛圍 我覺得氛圍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我曾經訪問過一個這個照明的業者 他說光是家裡最重要氛圍的營造的因素 講到光這個案子 你剛剛一直說三面採光三面採光 這案子其實三面採光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之外 我有發現預測都有開窗 這件事情其實是當初也有特別堅持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預測到開窗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我們公司在做一些平面規劃 第一個條件一定是廁所一定要有對外窗 這是我們是首要條件 所以我們給健康師在做所謂的出負打圖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帶個訊息說 廁所一定要有對外窗 如果沒有對外窗是暗房 我們基本上對於平面是幾乎是不及格的平面 就不可以這樣子 哇所以不只房間明亮廁所也很明亮 所以其實整個顧慮到的是不只是住戶 還有是所有使用者 那其實我發現現在的人使用的方式 使用房子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跟過去也開始有一點不一樣 那監測公司其實也一直與時俱進 一直不斷地在做調整跟更新 那像這件事情對PG來講會不會壓力很大 就是動不動就要新的概念這樣 其實我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跟客戶聊天 那其實客戶聊天他會告訴我們說 他們目前家裡在使用上面遇到怎樣的狀況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訊息其實會帶到我們新的產品上面 那其實每個人真的每個人在家裡的生活方式 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在做一些微調整的時候 或者是一起分享跟一些新的客人 或者是新的住宿去分享說 別人的生活方式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你會從中裡面得到一些很大一個成就感 你會覺得說其實這樣的生活方式 其實才是我們一般 就是我們住戶住在這個家 才有一個家的感覺 哇 我覺得可顧慮到家的感覺 這件事情是非常貼心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今天很謝謝PG幫我們介紹這麼仔細 那我們從裡到外 從高到低 全部都了解這整個建案 今天非常謝謝PG 那也期待未來 能夠帶大家看見幸福屋 不喜張揚的低調 融合美式生活步調 被圓風藏進每個居家生活中 尋著光窗前隨處一站 駐足成風景 心靈更富足 看見幸福屋 看見幸福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